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长方程的面积计算 好,我们先来想一想 我们看计量物体面积大小的时候 我们要用面积单位 那我们都学过哪些面积单位呢? 我们学过了平方厘米 还学过了平方分 还学过了平方米 看一看 数学书封面的面积是多少呢? 我们看看 数学书是一本长方形 它告诉我们它的宽是18厘米 高是26厘米 那如何求长方形的面积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医学 我们看 我们组成一个长方形 它的面积就是6平方厘米 那么有12个小正方形 组成一个长方形呢? 它的面积就是12平方厘米 那我们根据上面长方形的面积 来填一下表格吧 我们看 第一个面积是2平方厘米的 长方形 它的长是多少呢? 12 它的长是2 宽呢? 宽是1 1 再看看面积是6平方米的 小正方形 小长方形 它的长是123 13 宽呢? 是12 宽是12 再来看看面积是12平方厘米的 小正方形 它的面积是12 看看它的长是123 4 它的长是4 宽呢? 是123 宽是3 那我们看一看 你能发现什么规律吗? 我们通过观察这几组数据 发现了 长方形的面积都等于长乘宽 我们看看对不对呢? 2等于2乘1 6等于3乘2 12等于4乘3 对了 所以长方形面积公式就是 长乘宽 那我们看 翻面就可以来解答一下 这本数学书封面的面积是多少了吧 告诉我们了 数学书的宽是18厘米 数学书的长是26厘米 那我们根据公式 长方形面积等于长乘宽 来算 就是用26乘18等于468平方厘米 所以答数学书封面积就是468平方厘米 好了 同学们 下面让我们一起运用今天所学的内容 来练一练吧 我们看看 篮球场的长是28米 宽是15米 问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呢? 那半个场地是多少平方米呢? 我们看 篮球场是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面积公式是 长乘以宽 那我们把数据带进去算一算吧 也就是28乘以15 等于420平方米 那所以说 篮球场的面积就是420平方米 那我们问我们 半个场地是多少平方米呢? 那就是篮球场地半的面积 我们代用420乘以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等于210平方米 所以达半个场地的面积是210平方米 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 好了 下面就和老师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本节课所学的内容吧 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长方形的面积 推打出来了 长方形的面积公式是 长方形面积等于长乘方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你都学会了吗?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再见 1 2 2